哪种食用油最不健康?是大豆油吗? 提醒,这四种油尽量少吃或不吃。 陈阿姨平常会在小区楼下和同龄的邻居们一起聊天, 最近一群人刚好聊到了大豆, 邻居说现在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的, 吃了对健康不利,还可能会致癌。 这话让陈阿姨心里一个咯等, 因为她家里常年吃大豆油, 不会自己和老伴的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吧, 于是她赶紧回了家跟老伴说了这事, 俩人一合计把家里的大豆油都扔了, 去超市挑选了别的油, 到底大豆是不是转基因食品呢? 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健康带来威胁? 一,辟谣,大豆油都是转基因油, 是最不健康的油, 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 在我国主要有用来制作豆制品, 食用油以及动物饲料等三大用途, 但由于我国大豆的生产量难以满足国民巨大的需求量, 因此,绝大多数的大豆都是以国外进口为主, 而国外进口的大豆基本都是转基因大豆为主,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大豆食用油都是用转基因大豆做的, 但对于转基因食物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多争议, 不少人认为转基因食物会改变基因甚至致癌, 甚至还有传言我国癌症高发都是和转基因大豆油吃太多有关, 转基因大豆油致癌的说法最早是来源于一份与肿瘤高度相关的分析报告, 该报告的成员称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分析认为转基因大豆摄入与癌症发生存在关系, 该报告指出我国河北、河南、甘肃、青海、广东、福建等地是转基因大豆的集中消费区, 这些区域的癌症发病率也较高, 而黑龙江、辽宁、浙江、湖北等不是转基因大豆主要消费地区, 癌症发病率明显低一些, 基于此项调查,报告的研究人员认为转基因大豆与癌症发生之间存在关系, 面对这一说法,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军时表示, 不可否认我国存在癌症高发问题, 且进口转基因大豆,但不能盲目将二者联系到一起, 因为转基因大豆油内是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 转基因成分的基因为蛋白质, 在精炼过程中已经剔除了, 又何来转基因食物会威胁健康的说法呢? 从源头上就不存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 国人有80%到90%吃过转基因食品, 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已有20多年的历史, 进口的大豆有60%到70%是做饲料以及加工成其他的食品, 在餐馆、食堂等地方使用的也多为转基因大豆, 也就是说, 转基因大豆在日常十分多件,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用担心会给健康带来额外风险, 二、中国人爱吃的猪油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杀手, 除了大豆油, 猪油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关注的一种食用油, 有人认为猪油的脂肪含量极高, 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也有人认为猪油对心血管有益, 老一辈的人天天吃猪油都没事, 现在的人不吃猪油了, 反而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多, 那猪油对心血管到底是好是坏呢? 其实, 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 主要成分都是油脂, 而食用油的脂肪又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 单部饱和脂肪酸和多部饱和脂肪酸三种, 其中饱和脂肪是不利于心血管的, 再来看看猪油当中的脂肪含量, 100克猪油约有饱和脂肪39克, 单部饱和脂肪45克, 多部饱和脂肪11克, 其中饱和脂肪的占比达到了4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猪油不健康的原因,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变华为表示, 猪油内的饱和脂肪可作为能量物质为身体提供能量, 但过量摄入会转换成脂肪储存在体内, 容易导致胆固醇上升, 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 不过猪油和所有食物都一样, 只要遵循适量摄入的原则, 不会额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但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的人群, 要注意减少猪油的摄入量, 避免摄入过多导致病情加重, 三,这四种油才不健康, 平时最好尽量少吃, 猪油并没有如大家诟病的那样, 适量食用反而对健康有益, 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其实是这几种不健康的油, 一,反复煎炸的油, 反复煎炸的油内很容易产生本病皮, 丙烯鲜岸以及杂环岸等致癌物, 长期摄入会导致身体患癌的风险增加, 且这类油之内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很高, 长期食用容易导致身体发胖, 增加心脑血管病, 老年痴呆的风险, 二,开封超过三个月的油, 开封太久的油, 会与空气内的氧气接触产生氧化反应, 进而会产生一些氧化产物, 还容易感染微生物, 食用后容易导致身体出现恶心, 呕吐等中毒反应, 严重的甚至会威胁生命, 三, 小作放的土榨花生油, 土榨花生油在工艺上存在一定缺陷, 也没有正规质量监管, 很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部分油脂还可能有黄区酶素超标的风险, 长期接触黄区酶素会导致肝损伤, 乃至肝癌发生, 四, 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食物配料表上一般不会直接写反式脂肪酸, 但如果发现有起酥油, 氢化植物油, 植芝末以及带可可汁等字样, 说明食物内很可能有反式脂肪酸存在, 要慎重选择, 油脂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关于它的谣言有不少, 要注意甄别, 避免因为不实的谣言而影响正常生活。